我说儿女墙就儿女墙 不要在那边 儿女跟女儿不是都一样 都是儿子吗 我说儿女墙就儿女墙 我说麻豆子就麻豆子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频道 一起开始刷儿女墙 开始刷儿女墙 我说儿女墙就儿女墙 现在刷儿女墙 一律送冰箱 来我征求一位板手 只要刷 只要跟我纠正女儿墙的 全部冰起来 谁要当板手刷 要当板手 只要刷女儿墙的全部冰起来 熟客不冰 没有来过了 余力冰起来 为什么我这样讲你知道吗 要让你们印象深刻 你这样意思吗 你才语听我讲话 对不对 刚刚说那个冰开玩笑的 你知道吗 白东学不是这样 正确名称叫做女儿墙 为什么叫女儿墙 因为以前的工地 但是我说这个是没有 说这个 我就是在干 发明女儿墙 就是他们以前去做土水 很艱苦 现在带他很艱苦 没人去做保姆 你知道吗 现在他就会把小孩子 带到工地做工会 你知道吗 现在带到工会的时候 为什么叫做女儿墙 可能是当下他带个女儿去 因为女儿就是怕他摔下去 去屋顶怕他摔下去 他屋顶的话 就是怕他跌倒 这个把他看作是屋顶 孩子会摔下去 大人也可能会摔下去 但是孩子会摔下去 但是现在你说 他把他当作是顶 他就做这个地方出来 为什么叫做女儿墙 就是为了保护女儿 他不要在中间 在上面掉下去 但是当时如果是带一个 儿女上去 女儿 儿子跟女儿 就是儿女 女儿墙 女儿到底是只有 然后你女儿 你女儿是代表 只有一种叫做女神 但是儿女 是不是带一男一女 对不对 他有可能那个工地主任 那当中很困扣 他是带了一男一女上去 所以那个工地主任看 我们这个地方 用一个叫做儿女墙 他那个工 工地的头发也说是女儿墙 他说不是 因为你今天带了女 儿跟女 儿就是儿子 女 儿女墙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是也可以俗称 儿女墙 但是正确名称 为什么是女儿墙 因为你们以前的工地主任 之前先带一个女子来 所以我们已经取名叫做女儿墙 所以我们工地 在开门就叫 女儿墙 你知道吗 所以不要 不要在那边高潮 你脑子还吐槽 你要说出原油 这个原油 我为什么知道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台中主任 王宝瑤同学 我问他的 他跟我说 但是我在想 你如果那时候 带牧 没什么事 不知道就老婆墙 所以有些东西 你还要去注意 骑拔的 骑拔的 一番生是骑在天窦 骑在江窦 骑拔在江窦 他都是骑在 那是什么 公公电队在那里 你需要吗 你需要那时候骑拔 你如果骑在江窦 你不会骑在江窦 有可能是骑拔的 还是要跳下去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好 那一队 我们大概地震的部分 把同学分享完毕 开放各线是同学call in